烫乱图案的绘制方法 这是我们最终的完成效果 下面我们开始绘制 首先我们执行菜单栏中的四图 勾选动态导旋命令 选择工具箱中的多边形工具 从白到灰的渐变效果 下一步我们分别选中这几个梯形 填充颜色 填充为黑色 黑色 灰色 浅灰色 白色 浅灰 白色 框选整个探断图案 鼠标右键 单击调整板上方的插形方框 去掉边框 执行工具属性列上的群组命令 缩小画面 F3 缩小烫转图案 再次烫转图案 鼠标左键 按下探断图案 向右进行拖拉 在不松开鼠标左键的情况下 单击鼠标右键 再次图形 再次再次 F2 放大画面 选中 第二个探断图案 执行 效果 调整 色彩平衡 勾选 中间色调 色字 青 红 为100 品红 绿 色字为 负100 黄 蓝 色字为 负100 单击确定 再次执行 效果 调整 颜色平衡 数字不变 单击确定 好 这样呢 我们就为 第二个探断图案 添加了 红色的 色彩效果 选择第三个探断图案 同样的方法 选中第三个探断图案 执行 效果 调整 色彩平衡 色字 青 品红 为负100 品红 绿 为100 黄 蓝 为 负100 勾选 中间色调 单击确定 再次执行 效果 调整 色彩平衡 数字不变 单击确定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做好了三个探断图案 一个是银色的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绿色 缩小画面 F3 选择工具箱中的贝塞尔工具 绘制苹果的图形 选择工具箱的形状工具 调整图形 以上是红色 跟品红色 有红色 设计 应该是红色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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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 比较多 那 小学生 耐心调整 选择工具箱的贝塞尔工具 继续绘制苹果图形的叶子部分 F2放大画面 调整 放大画面 好这样呢 苹果图案呢 我们就绘制完成了 框选烫转图案 缩小 在红色的烫转图案上 按下鼠标左键 向右进行拖拉 按下键盘上Ctrl键 使其保持水平 在不松开鼠标左键的情况下 单击鼠标右键 再置红色烫转图案 按下键盘上Ctrl加D键 继续再置 多次按下 框选这一排烫转图案 按下鼠标左键向下拖拉 按下键盘上的Ctrl键 使其保持垂直 不松开鼠标左键情况 单击鼠标右键 再置烫转图案 继续执行Ctrl加D 框选这一组红色烫转图案 缩小 把苹果的图形呢 放置于烫转图案上层 F2放大画面 把多余的烫转图案删除 Delete键 框选这些图案 Delete Delete 多余的删除 继续执行Ctrl 准备 低音这么说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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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多余的抗战图形 缩小画面 同样的方法 再自绿色的烫战图案 放大画面 按下Ctrl键 Ctrl加D 框选这一排图案 向下拖拉 按下Ctrl键 不松开鼠标左键停下 单击鼠标右键 再自一排 Ctrl加D 好 缩小 F2 放大画面 删除多余的抗战图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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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F3缩小画面 选中苹果图形的轮廓 按下键盘的Delete键 删除 F3缩小画面 同样删除苹果图形的叶子图案 按下键盘Delete键删除 框选所有的叶子的烫转图形 执行工具属性列上的群组命令 框选 所有的苹果图形上面的烫转 执行工具属性列上的群组命令 调整其位置 好 这样呢 苹果的烫转图案呢 我们就先简单绘制到这里 下一步呢 我们绘制文字的套转图案 首先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文本工具 输入大写字 Lab 调整字体大小 在工具属性列上呢 设置一种合适的字体 选择工具箱中的挑选工具 选中字体 鼠标左键单击调色板上方的插形方框 去掉内部填充颜色 鼠标右键单击调色板中的黑色 放大 备用 选中我们刚才绘制好的银灰色的烫转图案 锁下 同样的方法 鼠标左键 单击拖拉 按下键盘按按Ctrl键 在不松开鼠标左键的情况 单击鼠标右键 再次 调整图案 Ctrl加D 多次再次 按下键盘上 按Ctrl键 使其保持垂直 再次 Ctrl加D 好 放大 F2 放大画面 调整 文字图形的位置 删除 多余的银灰色烫转图案 Delete 这一步呢 要有耐心 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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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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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缩小画面 选中文字图形的轮廓 按下键盘上的Delete键 删除文字图形的轮廓 框选所有文字图形的烫转图案 执行工具属性列上的群组命令 缩小 缩小 拖拉绘制一个矩形 填充为深蓝色 按下键盘的SIFT加 Pay Down键 把矩形放置于最底层 F2放大画面 好 这样烫转图案的绘制就结束了 金仿面料的绘制方法 这是我们最终的完成效果 下面我们开始绘制 首先我们选择攻击声的矩形工具 按下键盘上的Ctrl键 拖拉 绘制一个正方形 鼠标左键单击调色板中的橘红色 为其上色 鼠标右键呢 单击调色板上方的插形方框 去除边框颜色 执行位图 转换为位图 把分辨率设置为150 其他不变 单击确定 继续执行菜单栏上的位图 杂点 添加杂点 打开添加杂点对话框 设置层次为100 密度为100 勾选 均匀 单击确定 为位图呢 添加杂点效果 执行 位图 模糊 动态模糊 把间隔呢 设置为100像素左右 方向呢 为0 图像外围取样呢 点选 提取最近边缘的像素 单击 单击确定 执行 排列 变换 旋转 打开变换博物窗 设置旋转角度呢 为90度 两次单击应用到再次 选择工具箱中的交互式透明工具 设置透明度类型呢 为标准 透明度的操作呢 设置为层 开始透明度呢 设置为1 单击键盘上的Inter键确认 F2放大画面 选择工具箱中的矩形工具 按下键盘上的Ctrl键 单击拖拉绘子一个正方形 选择工具箱中的交互式 变形工具 在工具属性列上呢 设置变形呢 为拉链变形 拉链丝针的频幅呢 设置为10 拉链丝针的频率呢 我们设置为48 单击键盘和Inter键确认 选择工具箱中的挑选工具 框选上部绘制的图形 执行工具属性列上的群组命令 执行菜单栏中的效果 图框精确裁减 放置在容器中 当鼠标箱头呢 变成一个大的黑色箱头时呢 我们在变形后的矩形上呢 单击 F2 放到画面 下一步 我们去除边框的轮廓线 选中图形 鼠标右键 在调色板上方的 插形方框单击 这样 金仿面料的效果呢 我们就会